相信大家在购买别墅的时候 首先考虑的也是location 那么当前在墨尔本市场上面购买别墅 我们到底是应该在东区买呢 东南区买呢 北区还是在西南区购买呢 我们可以来对各区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那么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都把目光看向了西南区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南区啊 它的大型的政府规划 East Averbi的新CBT规划 已经开始逐渐成型了 在它当中 大家之前关心的教育城的计划 其实不仅没有搁置 还在稳步的进行当中 因为它除了教育板块 其实它还有多个功能区在进行大力的建设 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医疗啊 商业啊等等的 都在那个区还在稳步的进行当中 这一个规划 其实带动了周边的区域的房价是有了非常稳定的一个增长的 那么直到目前在结合各个小的分区的政府规划 在带动更多的学校啊 医院啊建设在当中 那么各个区域的土地现在都是有稳步的一个增值的 那么就是因为它大力的建设 现在新区不再是大家之前想象的那样到处都是黄土荒地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设施已经成行了 所以在那边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便利的 加上交通设施的一个引进微烂的一个更新和提升 那么那边的生活呢会变得越来越方便 那么在西南区我们现在是可以在20到30多公里的范围之内 以50多万到70万的价格选择我们非常容易去负担的别墅类型的 那如果是在东南区的话呢 同等的房子类型基本上是要到50到60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么在北区的话呢 虽然20多公里到30公里的范围是有一定的选择 但是它的交通时间啊 包括交通方式的选择上面呢 和西南区也是没有办法去比拟的 这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他们的目光 转移到政府在大力带动的西南区这边了